我们来看新的是 在秘鲁当局南部偏远地区 有一座小型的金矿发生了火灾 结果造成至少有27名的矿工不幸丧命 根据当地的媒体报导指出 起火的原因是电线短路 所引发的爆炸之后起火燃烧 秘鲁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还有第二大的铜生产国 根据了这个数据 这回的火灾是从2000年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矿坑灾难事件 乐天女孩再次冲出了台湾 这回她们到了香港首度应援足球赛 虽然香港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 但是依旧抵不过粉红台风的魅力 乐天女孩变身粉红兵团 在红色暴雨警告下 为港超连进风足球队加油打气 乐天女孩应援稍息一出 2000门票一小时内全部卖完 是港超连少有的包满 而最能靠近他们的法乡区 更是摸彩中奖 幸运儿才可拥有 他们所到之处被重重包围 连球队的支持者也说特别兴奋 乐天女孩早上就先到球场彩排 因为首次应援足球赛 他们也做好准备 谁踢到球就跳那个人的应援 那如果是对方 那就是会 踢着他的耳朵 又这样又这样子 这很快 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反应 这次到香港除了保藏美食 还入乡随俗地去了打小人 发现打小人他好像不能拿来开玩笑 因为我们本来是准备 经纪人的照片要给他打 结果他一直阻止我们不行 他说不行会衰的会衰的 然后因为经纪人在那边也很尴尬 他们争取可以多到香港 更希望可以跟周星驰 周苑发等有合作机会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 在美国德州的最南部的城市 布朗斯维尔警方说 有一辆休旅车冲撞在路边 巴士站牌下等车的民众 结果造成7个人丧命 至少6个人受伤 事发的原因现在还不明 整起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的 上午8点半左右 在布朗斯维尔市 有一座移民庇护所 附近的巴士站牌底下 大部分的受害者 都是委内瑞拉籍的男性 现在当局已经展开了调查 要来看看整起事故 到底是意外又或者是蓄意 所造成的 现任美国参谋首长 联席会的主席米利 他的任期即将在今年10月份 要届满了 华府现在传出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提名 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 黑人将军布朗 来接替米利的职位 希望透过布朗多年的军旅生涯 协助美国的防卫措施 以对应大陆崛起的威胁 在乌克兰的空军周六表示 乌军使用美国所提供的 爱国者飞弹 首度在基辅的上空 击落了一枚俄罗斯匕首 高超音速的飞弹 另外乌军也指控 俄罗斯在巴赫木特 使用白领弹 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 俄罗斯所犯下的战争 罪行又多了一桩 乌克兰周六宣布 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飞弹 舍入在基辅上空击落俄罗斯匕首超高音速飞弹 比手飞弹射程可达两千公里 飞行速度是音速的十倍 可攜带核弹头 是俄军目前最先进武器 如果正被拦截 代表西方军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而在战况最激烈的巴赫木特 乌军指控俄罗斯使用白领弹 画面显示 白领弹在夜空中燃烧 产生出的烟雾具有强烈杀伤效果 外界推估 这可能是因为俄军 久攻不下这座战略城市 而乌军目前正在巴赫木特 尽一切力量发动炮击 阻挡俄军进攻 对着镜头愤怒表示 但要严重短缺 俄罗斯拥兵集团瓦格纳领袖 宣布5月10号要从巴赫木特撤军 俄罗斯也表示将从乌克兰南部 扎波罗热地区18个占领点 进行部分撤离 来应对乌军春季大反攻的火力攻势 而基辅当局则是希望 这次反攻能够改变 俄乌长达14个月的战争情势 记者综合报道